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请大家欣赏 梁小生的短篇小说 《喷壶》 从前,中国人承认自己老了 常说这样一句话 土埋半截了 这一间俄式的小房子 几乎也被土埋半截了 陈县之窗台那儿了 从前的铁瓦差不多快袖透了 这儿,那儿打了许多补丁 那些补丁是用亮蒸蒸的新铁皮补上去的 或圆形,或方形,或三角形和菱形 使房顶成为小房子现在最美观的部分 一种童话意味的美观 房檐下的铁瓦也是用亮蒸蒸的新铁皮打做的 相对于未经度量的铁皮 那叫白铁皮,还叫熟铁皮 亮蒸蒸的铁瓦 仿佛那土埋半截了的老了的小房子 扎在额上的一条银缎带 一年又一年的雨季 使小房子一侧的地面变成了红色 房顶的雨水通过接雨沿 再通过垂直的流水管 引向那儿的地面 是雨水带下来的铁锈 将那儿的地面染成了红色了 小房子门口有一棵树 树已经死了多年了 像一只长长的手臂从地底下伸出来 插着短而粗的五指 其中一纸上挂着一串亮蒸蒸的铁皮葫芦 风吹即动 发出月耳的响声 风铃的响声似的 那小房子是一间黑白铁匠铺 那一串亮蒸蒸的铁皮葫芦 是它的标志 也是铁匠手艺的广告 铁匠年近五十了 按从前的说法 他正是一个土埋半截了的人 按现在的说法 他已经走在通往火葬场的半路上 一个年近五十的人 无论男女 无论贫富 无论身份高低 无论健康与否 无论是仍充满着种种野心雄心 还是与世无争 守穷任命地活着 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 都是土埋半截了的人 这铁匠却并不守穷任命 当然 他也没什么野心和雄心了 不过 他仍有一个热切的 可以理解的愿望 在那条老街被推平之前 能凑足一笔钱 在别的街上 租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的房子 继续以铁匠手艺挣钱糊口 度日为生 铁匠明白 这条老街 总有一天是要被推平的 或两年后 或三年后 可能是一年后 那条老街 已经老得如同城市的 一道丑陋的疤 铁匠歇手吸烟时 便从小房子里出来 靠着枯树 以忧郁的目光 望向街的另一端 他并不眷恋这条老街 但是这条老街 躺被推平了 自己可怎么办呢 小房子的产权是别人的 确切地说 他不是那栋 而是小房子本身 而只不过是背阴的一小间 朝阳的三间 住着人家 门开在另一条街上 现在城市里少见铁匠铺了 正如已经少见游走的木匠一样 这铁匠的另一个老同行 不久前一觉不醒地死了 他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没有竞争对手的铁匠了 他的生意 谈不上怎样的兴隆 中日的做一些小铲子 小桶 喷壶之类而已 在塑料品比比皆是的今天 这座城市的不少人家居然以一种怀旧似的心情 青睐起他做的那些寻常东西来 他的生意的前景 很有一天好过一天的可能 但他的目光 却是更加忧郁了 因为总是有消息传来 说这条老街就要被推平了 就要被推平了 他却至今还没有积蓄 要想在这座城市里租一间门面房 手中没几万 根本别打算 某日又有人出现在他的铁匠铺门前 是位七十多岁的老者 老人家您做什么呢 铁匠自然是一向主动问的 因为那样一位老者来他的铁匠铺前 而奇怪 头 老者西服革履 头发皆以银白 精神觉朔气质如雅 说话时 他伸手轻轻拨动了一下那串铁皮葫芦 于是铁皮葫芦发出了一阵月耳的响声 多大的呢 老者默默地用手 比量出了他所要的规格 得先叫十元钱押金 不 我得先看看你的手艺如何 您不是已经看见了这几件样品吗 还说明不了我的手艺吗 样品是样品 不能代表你没给我做出来的桶 要是我做出来了 您又不要了 我不是白做了吗 那还有机会卖给别人吗 可你要是做得不合我意 你又不退押金给我 我能把你怎么样呢 铁匠不禁笑了 他自信地说 好吧 那我就破一回力 依您老人家 是的 铁匠很自信 不过就是一支筒嘛 他怎么会打坐出 使雇主觉得不合意的筒呢 帮着老者离去的背影 铁匠困惑地想 他要我为他做一支白铁皮的桶 干什么用呢 他望见老者在街镜头 上了一辆分明是等在那儿的黑色轿车 几天后 老者又来了 铁匠指着 已经做好的桶 让老者看 不料老者说 小了 小了 铁匠顿时一急 他强调 自己是按老者当时双手比量出的大小做的呀 反正是小了 老者的双手比量在桶的外周说 我要的是这么大的 可是 别急 你用的铁皮 费的工时 我一总付给你钱就是了 那 先付一半吧 老人家 老者摇头 表情很固执 看上去 显然没有商讨的余地 但也显然是一言九鼎 值得信任的态度 铁匠又依了老者 老者再来的时候 对第二支筒 频频点头 这儿 要有个洞 为什么呢 老人家 你别管了 按我的要求做就是了 铁匠吸取了教训 塞给老人一截白粉笔 老者在桶的底部画了一个圆 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者 老者第四次来的时候 只是铁匠 维纳出现了一个洞的桶 坐上拎手 盖 和水嘴 铁匠这才明白 老者 老者要他做的是一只大壶 他心里纳闷 一开始说清楚 不就得了吗 如果一开始说清楚 那洞可以直接在铁皮上 先做好了呀 那不是省事多了吗 但他已经不问什么了 他想 这件事非要这样不可 对那老者来说 是一定有其理由的 铁匠错了 老者最终要他做的 也不是一只大壶 而是一只喷壶 喷壶做成以后 老者很久没来 而铁匠 常一边吸烟 一边望着那只大喷壶 发呆发愣 往日 铁匠每每手里敲打着 口中哼唱着 自从他做成了那只大喷壶以后 铁匠铺里再也没有传出过 他的哼唱声 但是 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替老者来过一次 他将那只大喷壶 仔仔细细地厌看了一遍 分明地想要有所挑剔 但那大喷壶 做得确实无可挑剔 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 挺好 还要做九只 一模一样的 一只比一只小 你肯做吗 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 似乎在辩认从前的熟人 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 有失礼貌 但他不由得不那样 你肯做 你肯做还是不肯做呢 姑娘并不回避她的目光 恰恰相反 她迎视着她的目光 仿佛 仿佛要和她进行一番目光与目光的较量 你说话呀 姑娘皱起了眉 表情显得不耐烦了 我肯做 当然肯 铁匠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了 一年后来取 你承诺一只也不卖给别人吗 姑娘的口吻冷冷的 我承诺 铁匠回答时 似乎自感卑贱地低下了她的头 一副目光不知妄想哪里的样子 钱也要一年以后才付 行 怎么都行 怎么我都愿意 那么记住今天吧 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 姑娘说完 转身就走了 铁匠跟出了门 她的步声使姑娘回头看她 她发现 她是一个瘸子 她想说什么 却只是张了一下嘴 什么话都没说 一扭头快步而去 铁匠的目光 也一直将姑娘的背影 送至街的那一端 她也看见 她坐进了轿车里 对那辆黑色的轿车 她已熟悉 铁匠的目光 不但忧郁 而且竟有些伤感了 她转身时 碰了那串铁皮葫芦 月儿的声音刚一响 她便用双手轻轻捂住最下面的一个 仿佛 仿佛捂住一只蜻蜓 或一只蝴蝶 于是整串葫芦被稳住了 月儿的声音也就停止了 铁匠并不放开双手 她扬起脸望向天空 四十正至中午 五月的太阳光芒柔和并不要眼 她的样子看上去像在其语 后来 这铁匠就开始打坐另外九支喷壶 她是那么认真 仿佛公益家在进行公益创造 为此 她婉拒了不少主动上门的活 世上有些人没结过婚 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爱过的 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 至今没结婚 但在她是一名初二男生时 就爱过了 那时的她眉清目秀 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 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 其实她的容貌算不上初衷 也许她吸引她的美点 只不过是她那红润的双唇 像樱桃那么红润 主观的老师曾在班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她 才是初二女生不该涂口红 她委屈地哭了 而事实证明她没有涂过口红 但因此她更加沉默寡言了 因为几乎全班的男生都开始注意她了 由于她像樱桃那么红润的唇 初二下学期 她和她分在了同桌 起初她连看都不敢看她 她觉得她的红唇 对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并且开始以审美的眼光 暗自评价她的眼睛 认为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其实大多数少女的眼睛都会说话 他们眼睛的这一种功能 要等到恋爱几次以后才渐渐退化 初二的男生不懂得这一点罢了 不久 她又被她那双白皙的小手诱惑 那倒的确是一双秀美的小手 白皙的近乎透明 唯有十个迷人的指尖 微微泛着粉红 有一天 她终于鼓起了一百二十分的勇气 塞给她一张字条 上面写满了她少年维特之烦恼 三十几年前中学生的早恋方式 与今天没什么不同 也都是互相互塞纸条开始的 但结果呢 却往往与今天很不一样 她首先被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 接着 字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 再接着 是找家长谈话 她的父亲 三十几年前的铁匠 从学校回到家里 怒冲冲地将她毒打了一顿 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 这初二男生的耻辱 直至一个冬季方得以学习 她命她的同桌 拎着一只大喷壶 在校园中交出一片滑冰场来 已经没哪个学生 还有心思滑冰了 在那一个凛冽的冬季 带那么多人成为她的拥护者 人性的恶 被调动得天经地义 理直气壮 那可冬季真是特别寒冷呀 而她 不许她戴着手套 拎着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 看着她那双秀美的白皙的小手 怎样一触碰到水湿了的喷壶 即被冻住 她觉得未报复 而狂热是多么值得 谁叫她的老父亲在国外呢 而且是资本家呢 整个冬季 她也没交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春风吹花了她交出的那一片冰的时候 她从学校里 也从她的注意力中消失了 艰苦劳动的代价 那是她成了瘸子 回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 一名女同学忏悔地告诉她 其实当年不是她的同桌出卖了她 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无间的女同学 她听了 她听了并不觉得内疚 她认为都是时代的过错 但是当她又听说 三十几年前为了交出一片滑冰场 她严重动伤的双手被旗腕锯掉了 她没法再认为都是时代的过错了 她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当年出卖了她 也出卖了她的女同学 她顶怕的事就是有一天 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来到她的铁匠铺 欣赏着她的手艺 说 有一双手多好呀 请给我打坐一只喷壶 我要用它在冬季浇出一片滑冰场 现在她知道 她顶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尽管不是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亲自来 每一只喷壶的打坐过程 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 而在打坐第十只 也就是最小的那一只喷壶时 铁锤有几次砸在了她手上 她那颗心 也终于一层层的被彻底敲砸开了 她看到了 她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 自己的灵魂之河的内容 人性丑陋而又邪恶的石正肝憋着 像一具打开了的石棺盖 因而呈现出来的木乃伊 她自己最清楚 她并非来自外界 像是在自己的灵魂里自生出的东西 原因是她的灵魂里 自幼便缺少了一种美好的养分 人性教育的养分 虽然忏悔 并不能抵消她所感到的战力 她非常想把那一只最小的喷壶 打坐得最美观 但是她的愿望没达到 曾有人要买走那十只喷壶中的某几只 她不卖 她一天天等待着她的赎罪日的到来 那条老街却在年底被提前推平了 她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 而且是里外两间 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 董签部门告知她 因为有贵人关照着她 否则她凭什么呢 休想 她几回暗问自己 我的命中也配有贵人吗 猜不出结果就不猜了 这铁匠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专之一念地等待着被羞辱 被报复 最后竟连这一种 坠坠不安地等待着的心理 也渐渐地趋于平静了 她所等待的日子 终于等到了 那老者却没来 那姑娘也没来 一个认识她的孩子 将一封信送给了她 是她当年的同桌 写给她的 她在信中这样写着 我的老父亲 一直盼望有机会 见到你这个使她女儿 失去双手的人 我的女儿懂事后 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 她们的目的都达到了 她们都曾打算 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 她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 但我们这一家人 都是反对报复的人 所以她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 帮助了你 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 爱过的那个少年 我怎么也很不下心来 信中还有一样东西 她当年看过她 塞给她的字条后 本打算塞给她复兴 两页作文本上 扯下来的纸 记载着一个少女 当年被爱唤起的 种种惊喜和幸福感 那两叶纸已经发黄变脆 她们一下子被她的双手 捂在了脸上 片刻湿透了 在五月的阳光下 在五月的微风中 铁江铺外 那穿亮蒸蒸的铁皮葫芦 响声 月儿 经典散文 不管多远 也要回家 作者 周国平 如果把人生 比作一种漂流 它确实是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 是漂过许多地方 对于所有人来说 是漂过岁月之河 那么家是什么呢 家是一只船 在南方的水乡 我在湖上荡舟 迎面使来一只渔船 船上催烟鸟鸟鸟鸟 当船靠近时 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听到了孩子们的嬉笑声 这时 我恍然悟到 船就是渔民的家 以船为家 不是太动荡了吗 可是 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 举止泰然 而船虽小 石柱器具 亦应俱全 也确实是个家 于是我转念就想 对于我们 家 又何尝不是一只船呢 这是一只小小的船 却要载我们 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 岁月不会倒流 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 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 我们竟不感到陌生 四周时而风平浪静 时而波涛汹涌 但只要是这只船 是牢固的 一切都化为了美丽的风景 人是命运莫测 但有了一个好家 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 莫测的命运 仿佛也不复可怕 我心中闪过一句诗 家是一只船 在漂流中 有了亲爱 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 点点翻影 我暗暗注导 愿每张风帆下 都有一个温馨的家 家是温暖的港湾 家太平凡了 在温馨的家 也难免有俗物所事 闲言碎语乃至 小吵小闹 那么 让我们阳翻远航吧 然而凡是经历过 远洋航行的人都知道 一旦海平线上出现港口 朦胧的影子 寂寞已久的心 会跳得多么欢快 如果没有一片港湾 在等待着我们的拥抱 无边无际的大海 岂不令我们绝望吗 在人生的航行中 我们需要冒险 也需要休息 家就是供我们休息的 温暖的港湾 在我们的灵魂 被大海神秘的掏声 陶冶的过分严肃以后 家中所谢的噪音 也许正是上天安排来 放松我们精神的人间乐趣 傍晚 征番纷纷归来 港湾里灯火摇曳 人声喧哗 把我对大海的沉思冥想 打断了 我站起来 愉快地问候 晚安 回家的人们 家是永远的暗 我知道 世上有一些极骄傲 也极荒凉的灵魂 他们永远无家可归 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 作为普通人 或早或迟 我们需要一个家 河马史诗中的英雄 奥德修斯 常年飘泼在外 历尽磨难和诱惑 正是回家的念头支撑着他 使他克服了一切磨难 抵御了一切诱惑 最后 当女神 卡里普索 劝他永远留在他的小岛上时 他坚持道 尊贵的女神 我深知 我的老婆在你的光彩下 只会黯然失色 你长生不老 他却注定要死 可是我仍然天天想家 想回到我的家 自古以来 无数诗人涌唱过游子的 思家之情 于登岸 客梦回 一生生 第一人心碎 孤舟五更 家万里 是离人 几行情类 家是游子 梦魂萦绕的 永远的岸 不要说赤条条来去 无牵挂 至少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有一个家 让我们登上岸的 当我们离去的时候 我们也不愿意 举目无亲 没有一个可以 向之告别的亲人 眷鸟思潮 落叶归根 我们回到故乡 故土 犹如回到 从前靠岸的地方 从这里启程 始向永恒 我相信 如果灵魂不死 我们在天堂 仍将怀念 留在尘世的 这个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